这是一部由中国网友众筹200万美金拍摄的俄罗斯战争电影 不知道其中有没有名字 在电影结尾长达15分钟也列出了众筹人员名单 影片的制作者从最开始的阵地挖件就表现得一丝过满 像这种W型的阵地可以有效地发挥防守点之间的呼应和配合 机枪布置在侧面影堂地带 最大发挥了机枪的密集杀伤力 战斗和武器等细节都做到令人发展的信息 算是给战争雷霆的玩家交了一份满意的打决 1941年11月 德国中央集团军群已经兵临莫斯科城下 苏联首都岌岌可危 316步兵师师长林威受命阻击德军 绘画德军的坦克图纸 分析装甲的薄弱结构 提出一框他们喜欢的白蓝地 这不是给自己准备的 而是最后跟坦克搏命厮杀用的武器 为从西方而来的德国部队做准备 战士未能和相恋的女友说上几句话就匆匆离去 指导员做最后的战前总动员 伟大的俄罗斯 他们已经无处退缩 莫斯科就在他们身后 这一天全人类都在看着他们 风雪之夜双脚踩在雪上吱吱坐下 战士明知去赴死 但是他们谈笑风声坦然面对 现在每分每秒都十分宝贵 部队轻装前进 必须在早晨八点之前到达指定位置 只有一夜的时间给他们做战天步防 工程步步险 战士挖地好 到了白天阵地已经成形 战壕内别有洞天 还设置了防炮洞和弹药存放区 战壕内壁上存放着手榴弹 和易碎的自制燃烧弹 目的就是为了防止 德国的炮弹炸到战壕内 毁了这些宝贵的弹药 指挥官亲自检查 反坦克炮和机枪的版围 赞扬下属搞得不错 他们还别有用心地做了战术伪装 一架侦察机飞过 就意味着内粹德国的钢铁洪流 要踏平这片土地 但是他们不知道 德国的闪电战团导弹夜间 就发起了东西 四门FH18 150毫米重量启发 炮火将攻势前的尘土炸起 而苏军却笑着说 可惜了他们伪装的军事 不是这么快 你看看 我们现在都在抓住 你 почти在睡 德国人还真是疯狂 本以为三个小时的轰炸 一直持续了六个小时 冰雪覆盖的泥土 都被炸得冒出了白烟 炮火覆盖之后 就是德军第46庄甲军的不坦系统 这是德国闪电战打法 一天拿下丹麦 五天攻破荷兰 于是吕爽 甚至打败了 号称欧洲最强陆军的法 三号坦克快速地 向苏军的316式挺进 无数双眼睛 盯着地平线冒出的坦克 这是通往俄罗斯首都的必经之路 他们要让德国人知道 谁才是真正的俄罗斯人 端枪的中国人 目不转睛地瞄着前方 侦察兵断陆惊 苏军的122毫米 留弹坦四下七十 炸的德军人养马 当场就有一辆坦克 炮兵部队因为德军的防空后撑 坦克肆意地向苏军的战壕使劲 但是他们不知道苏军的M18 准备下 隐藏在侧面的45毫米 反坦克跑发挥着巨大威力 全长两米的巨大步枪 更是坦克的特性 一人上膛 另外一人端枪瞄准 王老实越多 控制 ust 王老实越到 毫米 观察手发现一辆坦克借着前面报废的坦克当掩体 炮口已经对准了 炮手立刻鼓励 战争越发的激烈 白雪不满烧焦的沙石 被发现的两人端着长枪转移着 好位也迅速 德军的步兵绑第一匹 失去了步兵的德军坦克如通虾子一般 开始后撤 这次虽然抵挡住德军的攻击 但是苏军伤亡也有不少 他们必须时刻准备德军的第二次攻击 士兵在一颗一颗的围M1891莫星内干部枪装上子弹 这次德军已经摸清了苏军阵地的具体方位 第二次攻击必定疯狂 全长两米的巨大步枪是坦克 其实就是一根钢管 一根扳机 一根枪栓组合起来的一种简单的反坦克 德军的四号坦克也在为胜体 看似长相中国的小伙子哈萨克 他们是俄罗斯抗德的主力军 这已经是德军的第二轮攻击 战壕里只剩28名勇士 但是德军就是逾越不过苏军的战口 机枪手倒下了 另外一名苏军扛起反坦克 呼枪接着他 德军的四门大炮已经蓄势待发 第二次炮火覆盖势必会把苏军的阵地战口 寸跑不上 而这名苏军手拿波波德四林迟迟不进防空 说要把空中的德军飞机给打下来 头顶的飞机飞动 接下来就是德军的满天炮 炮弹把整个阵地里翻轰炸尸击 战士被炸得白强 多数存活下来的 是躲在战壕防炮洞的苏军 他们把受伤的战士往防炮洞 炮弹把大地都震出几米高 浓烟覆盖了整个阵地 有幸存活下来的士兵从壕沟里爬出来 领着弹药随时准备德军的不坦协度 关闭舱门 屡带碾压着积蓄 苏军从防炮洞里扛出马克庆重机枪 装弹上唐旭士待罚 战士街上被炸断的电话线 指导员拨通电话向少校汇报 现在他们只剩28名士兵和一门大炮 但要部族需要增援 少校安慰指导员 他有预备队增援 一定要坚持拖延时间等到预备队上 苏军为了增加威力 而把分解后的反坦克手雷绑在一起 只留一个手柄的极数反坦克手雷 但要部族 把福特加也搬了出来 这将是这28名战士的生死驿站 指导员最后嘱托 他们要阻止德军 这是他们的命运 他们的身后是莫斯科 今天不能退也不会死 这次他们采取的战略 是把坦克放进来 让他们相信战壕里的人都死光了 出气不意的近距离摧毁坦克 说得很轻松 但是德军的钢铁洪流有一种无形的压迫 让苏军不敢大意分毫 手里紧紧握着特制子弹 眼睛一直瞄准对方的大焦 反坦克炮和反坦克步枪 这次德军有备而来 调整角度轰了反坦克炮 机枪手打中了苏军的反坦克步枪手 从来就没有用过反坦克步枪的苏军 航起长达两米的步枪转离阵 残酷的战场容不得你去考虑 不是你死就是我 不是自通也能打费坦克 隐藏在侧面的马克庆看准时机 喷出的火蛇将德军打得人仰马团 坦克开进战壕的苏军扔出手为炸火 再用燃烧瓶烧死坦克里 瓦克器连续的扫射 让战壕里的苏军感觉自己好像失业 就在德军炮口队里知道 苏军用反坦克步枪 及时打中坦克机构的位置 但是暗处的炮手却没有这么行 苏军把满枪怒火化成一颗颗子弹射向了敌人 这一枪直接击碎坦克的玻璃窗 这就是打死苏军战士的代言 还没有靠近豪沟 苏军的燃烧瓶就扔了出去 就算是失去生命也要把手里的燃烧瓶 举枪走来的德军 也被苏军乱枪扫死 莫斯科的这道阵线德军休想跨物 德军正在闪击苏联 扭动的坦克连受伤的苏军都不放过 活活地把苏军埋在泥土之下 但是苏军听尽最后一口气扔出了手里的炸弹 子弹耗尽 爬出战壕拿起战友的机枪继续战斗 仅剩几人穿梭在阵地中阻击敌敌人的进攻 指导员拿着最后的手杯给坦克 然后队友用燃烧瓶解决坦克内的德军 打出去最后的子弹就迎来了德军的炮台 库存的弹药也被耗尽 扔出去的石头让德军吓得半死 这样没有胜算的战斗 苏军就算流进最后一滴血 也要拉上更多的德军给他们抵抖 没有子弹就拼刺刀 大批的德军跨过铁丝网慢慢向他们逼近 刺刀上膛 拿起身边的斧 身边的战士手握铁锹准备誓死一轮 另一边的苏军改变匕首的握面 心里想着可以用另外一个手助力插进敌人的身后 德军的脚步声已经慢慢逼近 所有人的心都提到了嗓子一 生死搏杀就在一面之间 就在这时 孤如其来的马克净中机枪在远处不同的死 打得德军步兵一个措手不及 子弹横穿德军的身体 长时间的操作机枪 大拇指深深的印上了机枪扳机的文明 德军指挥官不知道前方发生了什么事 难道是苏军的援兵到了吗 装死的德军爬起来想逃跑 被一梭子子弹直接带走 指导员这次打真的是太急事 直到最后的三颗子弹 让德军彻底折服 撤走了所有坦克 战场浓烟四起 苏军走出战壕坐在木牌上 打退了德军的两次攻击 牺牲了太多的战士 四个人站在废墟上看着远方 等待敌人的第三次攻击 电影的颜色变暗 四人化成了不朽的雕像 保护着他们的家园 两天后 三一六师师长在战斗中震满 这些事迹经过红星报的报道 迅速传遍了全国 为了激发红军的士气 苏联国防委员会决定 授予三一六师为 敬畏红旗潘飞洛夫师称号 1944年又以解放烈月茶 再获烈月茶师称号 而潘飞洛夫28勇士的士气 也成为为国战争中 苏军顽强不屈的象征之一 捂舞着广大苏军将士英勇作战 取得一个个胜利 直到崩克柏林 致敬每一个在战场上牺牲的革命统治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是大海观影 下期再见